人民齊齊來越歸 天天上報上街跟其底 聯盟為何創蕩位 一齊武功也自廢 任你表現正正如是低 今天演說可上位 心中是聖誕或有鬼 所以對著角度有預計 精彩的每天 聖誕 金星竟然將ロード Él 如果她不及格的 我不會負責 我是在嘴裡 我在這裡幹什麼? 享受人生,之前忙了這麼久 是時候要休息一下 Mario,其實你已經配改了 配改了,不可以吃薯片和咸咸刺嗎? 我意思是既然這樣 就應該靜靜靜靜地找一份工作 其實我經常都在想 這樣了,你知道吧,我嘉嘉爺還是個明星 不可以隨便找工作,要找份診地才行 別擔心,老頭,先給錢來洗一下 這樣吧,經常記著說 工作才有工資,你這樣… 明白的… 就是說如果我替你們了結堂工作 就有錢收,對吧? 那你先出了薪水吧 別擔心,收到你的錢 我一定會努力做事 不說了,我看看有沒有人要幫忙 沒人,就是沒什麼事做 馬牧師,有人需要你幫助 這位郭先生需要做婚前輔導 有公開嗎? 不是吧 馬牧師,我聽小籠包說 你可以解決我婚前輔導的問題 我的問題很簡單 你可以借一百萬給我嗎? 我借一百萬嗎? 不如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你心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Vivian 她在你心中值多少錢? 馬牧師,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Vivian在我心中是無價的 對了,郭先生 你已經找到愛的真體了 Vivian是無價寶,有錢也買不到 等於你已經擺跌了金錢的速度 你不用一百萬了 是不是舒服很多呢? 是 其實是Vivian的爸爸 要他找到一百萬 才可以娶他的女兒 馬牧師,我以為你可以幫到我 才談那麼久 誰知道原來都是廢話 你們繼續慢慢圈,我先走了 那你不如找一百萬吧 為了Vivian,我一定會找到 不用了,你這臭胖子找到一百萬 你不是那個明星過氣的叫什麼名字? 我找不到的話,難道還沒找到? 臭胖子,你見過一百萬了嗎? 我以前的身家怎麼只有一百萬? 以前?現在呢?一百萬你也沒有 我找不到 這是什麼? 一百萬是我的? 很生性 三十多歲的人要我爸爸接濟 你這種過氣明星 除了懂得剝心掃肌肉之外 還懂得什麼? 你看死我嗎? 如果我要找,誰只找一百萬 一千萬也找到 你找到一千萬,我找到一億 我找五億 我找六億 七億 八億 九億,美金 你們倆別再爭吵了 不如倆一起想辦法,一起去賺錢 對,大家不要玩得這麼大 不如設定目標,只有一萬元 看你們多久才能找到 如果有一萬元的話 我用心,一個星期應該找到 以為你有多聰明,我倆就搞定 你行不行? 我不行,你行 我不行,你行 你行… 你行不行? 我行,你不行 你行… 不如監察著對方 看看大家誰最先找到一萬元 好 這裡就夠高工資 炸鐵也要一千多元 還等什麼? 你們是馬牧師介紹給你嗎? 什麼? 知道釘板、炸鐵、搭鵬嗎? 馬牧師介紹給你,一千元 現在這裡有兩個位置 一個是搭鵬,一個是轉牌 神經病,轉牌這麼辛苦 讓我來 你搭鵬吧 我總是想搭鵬 好 你在這裡幹什麼? 在轉牌 我們今天不夠人 你站在這裡,轉牌叫車停 然後去那邊,轉牌叫車去 四十幾度 走吧 原來賺錢真的不容易 誰說賺錢不容易 這些便是用二錢 是嗎? 我先去做這份工作 好,一定請 慢著,姐姐 這份工作是要做什麼? 很簡單,只站在這裡就行了 那麼穿錢? 那也要換件衣服 還有先簽回合筒 姐姐,為何要換這種衣服? 待會你就知道 謝謝 我覺得有點不夠 不如走吧 留意一下,簽了藥,走要賠錢 好… 各位同學 這堂我們要學的就是人體素描 這兩位就是我們這次的,拿毛了 你還不脫衣服?要賠錢的 脫衣服… 那怎麼辦? 脫衣服… 脫衣服… 我覺得自己好像一件藝術品 我覺得我好像一件襯衣品 如果你們兩位擺放更慘的姿勢 學生會打上更多的 是… 睡覺… 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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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 小羽… 好了,那麼我看看你們畫了甚麼畫 那副哪裡畫的?畫這麼醜的樣子? 是我 又是你那塊豬扒? 你有沒有人性?你畫過人家這樣 不是他,是你 竟然是我?你畫得我那副計劃這樣? 在我心裡你就是這樣 其實你真的挺像你 你自己是豬扒 不是全世界人都是豬扒的 你這麼喜歡畫豬扒 你回家對著法徑自畫 對著意思,我明白了 明白了?剪刀底沒有人要 先生,你破壞了我們學生的作品 根據學藥,是要賠錢的 你們倆不是出去賺錢嗎? 怎麼搞的要賠錢? 爸爸,放心吧,我不是打算問你借 我打算問乾爹 原本這個月我有錢剩的 不過現在把錢奉獻給廖結堂了 原本這個月我也有錢剩的 不過那一百元也給你了 整間教會只有一百元? 爸爸,你怎麼搞的? 人開教會,你開教會 為什麼你開成這樣? 兩位,其實你們的教會都沒有這麼加慣 我想到一些東西,我想我先走了 等等…不如我來騎那一套 或許會有奇蹟出現,來吧 你們幹嘛追著一套豬肉麥愛? 都說了祈禱有用 先走了 尤弟兄,尤弟兄 你也很久沒來要結堂了,對吧? 是…你想去奉獻,對吧? 是,我全都給你 牧師,原來你的騎賭真的有用 可不可以幫我騎賭找工作嗎? 不如這樣吧 今晚大家來一個通宵討告會 幫大家找工作 你說好不好? 幹嘛看著我? 尤弟兄,通宵討告會 怎麼可以沒了你呢? 你們只是想幫他們倆找一份工作 我請了他們倆,不用創小祈禱了 再見 再見 我也是在超市做,也是一個好的提議 為什麼要我回來這裡做? 這些早就安排了 真是感恩,你的制服我還幫你保持 你還在住嗎? 失陪了 不如我去勸勸他吧 不如你讓他安靜一下吧 不如我馬上開工 馬上開工,是不是馬上有戰獸? 對了,那你坐在這裡,姿勢 你以前在這裡做的 貨物應該放在哪裡? 裡面第三個貨物,在旁邊 你這麼熟手 做生不如做熟吧 為何不回來做? 我不想兜兜轉轉,又回來這裡 如果你不開工,我豈不是贏你 你喜歡就做飽了,我也不想回來 其實如果不是你死要面子 想你嘗爛別人的幅畫 你又要不要回來做? 你懂得什麼? 那件豬扒 把我完美的芭蕾畫成這樣 我想,我告訴你 我這副辦法是絕對不可以 永遠、永遠被人踐踏 我現在就是來踐踏你 爆瓶嗎? 你倆都大膽了 又傷害我一邊的藥小心靈 有我在 閉嘴 閉嘴 是 哥哥,剛才你說你們兩個 數量是錯了的 是他絲難幅畫,與我無關 但你沒有照顧我,你也有責任 那件豬扒畫幅畫得很難 但你不應該絲難幅畫 神經病,那件豬扒 像自己畫的樣子 生氣也是常識 你看他們有機會畫豬扒 他說而已 你倆都夠破了 在我面前,敢說我是豬扒? 閉嘴 你別捏住他們 我爸爸是你大哥雞骨強的恩人 你不給我面子也給你大哥 你知不知道雞骨強已經被雞骨瘋死了 閉嘴 媽,我替你吃雪糕 牧師,看你樣子很愁 尤弟兄也給了奉獻 那倒是,尤弟兄的奉獻 也夠用了這個月 但我們不可以每次靠他 那倒是 我們一定要想多些方法 吸引多些人 其實什麼方法都想齊了 福音電影欣賞,福音酒樓晚宴 福音裝修,福音搬家 不過,現在市場競爭真的這麼大 如果不想到特別的事,也挺難搞的 不如福音美容吧 一直跟人家做臉書,一直傳福音 師奶一定會來的 你覺得我去兩條馬路幫人做非數 那些主婦會來嗎? 爸爸 拚拚拚,教我打拳 Mory,你又幹什麼? 我被那個爆瓶打 怎麼樣?我沒事,我要報仇 你要報仇,我教你打拳,你再打他 然後他又報仇,他又再打你 那打來打去,有什麼意義? 怎麼搞的?我是你兒子 我被人打,你不幫我? 經上紀著書 不是呀,牧師,如果你真的搞拳賽 他們就可以很有意義地打來打去 隨便什麼都好 總之讓我打他,保守就行了 拳擊是一種很有意義的運動 不是拿來報仇的 不過小龍包你說得對 最近拳擊這麼受歡迎 如果搞他的拳擊比賽 或者吸引了很多人來我們教會 那你就搞一個福音拳賽 可以搞嗎?好… 福音拳賽?有得考慮 其實你一早就應該搞這件事 你怎麼說? 你那些歌湖兄弟真的這麼誠心 每天坐著聽你說道理? 是呀… 我還說如果我搞福音拳賽 你的弟兄會一起參加 這樣吧,他們每個人精力充滿 搞些活動給他們發展也好 那就好 不知道阿豹阿豬會不會來參加? 我叫他這樣不來? 對,說話又說了 怎麼你這麼聰明 想到這麼有創意的活動 不是Mario,我的兒子雖然生性 但始終過不了他的惰性 我想藉著拳賽的訓練 把他的鬥志訓練到上面 況且拳賽這件事 我要多些弟兄一起參加 那就一舉兩得了 那為什麼一定要找爆瓶呢? 我兒子想跟他切磋… 原來你這麼疼愛你的兒子 那我贊助你 不用了,廷哥 你叫弟兄來參加 那我們就滿足了 很瘋狂的,沒目標鬼就跟他玩嗎? 臭一百萬夠不夠?一百萬? 請問是不是林在野先生和齊靜雯小姐 是呀 是呀,你好 好,只有你們倆 結婚是兩個人 那證婚人呢? 不要緊 不過叫兩個人進來做證婚人 沒想到我怕你 你叫我們來做什麼? 不知道兩位介意不介意 做我的證婚人 那你介意不介意再付錢? 不好意思 等我… 兩位還沒請假? P3 我叫雲吞強 明哥…楊哥 謝謝 好,現在人齊了,我們可以開始了 在兩位結為夫婦之前 本人職責上要向兩位說明 本婚禮是莊嚴及有約束力 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 不容別人加入 因此現在你們兩位 在本人之前舉行婚禮 雖然沒有宗教儀式 但在本人和在場人事之前 簽名為證后 兩位就會正式成為合法夫妻 請新郎宣讀誓詞 我請在座各人見證 我臨在野,願以你 齊正文為我合法妻子 我請在座各人見證 我齊正文,願以你 臨在野為我合法丈夫 老婆 請雙方交換戒指 現在新郎可以親吻新娘 慢著 幹什麼? 忘了叫她找錢 找錢,謝謝… 謝謝 臨在野,今天最後一天了 你應該請我來吃飯了 有什麼打算? 坦白說,沒有打算 你好好做好你的區議員 你記得答應過我們什麼? 就是一見到記者,就提喪道沒有朋友 這樣,知道嗎? 是呀… 大家可以放心 有什麼需要,儘管來找我 我打算去附近會找一個辦事處 那實在太好了 我就可以天天煲湯給你喝 什麼事這麼開心? 真是不好意思,老闆 身為你的下宿 竟然在選舉中贏了你 怎麼會 我根本就不想當議員 我是專門輸給你的 以後不用在超市裡見到你 我也不知道多開心 所以為了慶祝這個日子 我決定搞一個 臨在野離職特埋人 只要任何人在埋單的時候說一句 難事駕路臨在野,全部半家 是否很開心呢? 想起開心,真的很開心 走開… 爸爸、媽媽,今天超市特惠日 快點下來掃貨 付錢的時候,記得說 蘭斯吉露林在野 這樣就有半家了 老闆,廁時,快點 你別吵我 老婆,我們待會是不是去看樓? 是去看你意言辦事處的,老公 老婆,我們遲早都要看我們自己的家 其實老公,有沒有想過 我們以後的房子是怎樣的? 要接近大自然的 最好有四、五間房間 望到沙灘就最好了 我可以天天和你去沙灘 你快點看看你的預算 可以租到什麼辦公室吧,老公 老婆,現在房子那麼貴嗎? 老公,你的預算可不可以提高一點? 為什麼?老婆 要不然你就要租劏房來做辦公室 老公 劏房?難道你想我第二座 坐在上下的軀架床 幫我工作嗎?老婆 老公,如果她看中你就好了 為什麼?我就是喜歡老婆一個人 不是的,老公 這個拉美專門捧人做立法會議員 如果她看中你 隨時你就可以進入立法會 到時候我們想買房子 想生孩子什麼都可以 別想到這麼長遠 找到辦公室才算 那些經紀打來,可能幫我們找到地方 喂… 林道義先生 剛剛有個單位 連租約和家師一起找人頂 在你預算裡面 整個區,看來只有這間你租得起 在哪裡? 就是以前抽水議員的辦事處 有興趣的話,打給我 讓你媽媽知道我頂租的話 一定不會租給我的 那怎麼辦?老婆 老公,如果你真的想媽租給你的話 或者也有辦法 你怎麼撿提備? 稍後我電產會帶人上來看 看好我們就馬上清場了 我已經清好了 你以為會是什麼人租這裡呢? 對,不知道會是什麼人呢? 真是想不到我齊秋水 中環政壇幾十年 竟然拿到今時今日的天地 秋水議員,齊女士 我帶客人來看這個單位 是 林在野? 林先生,我讓你們談談,我出去等你 你好,秋水議員 我知道你這個辦事處很想找人頂租 我…我就很樂意幫你頂租 不知道你會不會… 你還叫我秋水議員? 我的意志已經被你搶走了 當然了,你不是這麼天真想我會把這裡頂給你 是嗎?我罵空了也不頂給你 秋水議員 我知道我之前也有太多誤會了 其實我真的很有誠意向你道歉 你就讓我頂掉吧 你真的這麼想頂? 這樣吧,我就在媽媽面前不斷罵你 罵到媽媽覺得不好意思 她或許會租個單位給你 那你會不會打我? 我當然不會,我最多不罵你幾句 你頂不頂一下 好,那我頂 頂吧,經常頂著我媽媽 現在還要頂辦事處? 都不喜歡頂,我現在看你怎麼頂 我也忍了你久了,你以為我不敢打你 是嗎?一定要頂住我們倆,頂住我們 頂住了… 不要打了…我不頂了… 頂到現在,你試著說不頂? 我…我繼續頂住… 又頂住又不頂,你當然不是耍東西 阿嬌… 算了… 你已經打了她很多次了 給她一條生路走 我… 她就是林在野 臨在野,你是不是自己拿來失敗? 算了,你已經頂了這麼多事了 那間辦事處就讓你頂住 阿雷,我們走吧 我們出去吃一頓好,我們休息一下 你別客氣 臭小子 幹嘛不耽誤人? 其實我真的不想跟你說話 你還生我上次淚,你被人打呢? 我今天有筍東西給你 說真的,你怎麼有筍東西給我? 怎麼你樣子這樣? 你又被人打,我又被人打 我的樣子也好起來 其實如果你每天都找我來擋 你怎麼會有事呢?我有事而已 我認為我是拿你來擋 既然我欠你一個人情 今天我還給你 行了…有心了 有什麼想做的話,你說吧 打拳 其實我的樣子是不是真的長得這麼笨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找我笨? 一百萬? 有了這筆錢,就可以娶Vivian了 還說我找你笨? 不是…我參加,我要娶Vivian了 但不是,上次爆樽哥也打得我們爆 我們怎麼贏這個比賽呢? 不懂就找人教 找你爸爸?他之前打遍天下無敵手 不用想了,他怕教我功夫,怕我報仇 那找誰好呢? 救命呀,救命呀,救命呀 你放手,你的賊是我抓的 此大人明明是在下所及 我是這裡的保安 如果那個賊是你抓的話 豈不是說我做不到事? 陳奶波斯旗下第一高手 如果那個賊被你抓到 我硬要看阿川 好 兩位大人,其實你已經抓了我了 不如直接上去警署吧,好嗎? 不可以 我要替你一決告下 好 怎麼搞的?還沒開場 在我等電影嗎? 他們很厲害 如果他們肯教我們功夫就好了 在街上打架真是沒有加教 不知道可不可以打掉教呢? 微臣,遵命 不知道打掉教可不可以拼得回呢? 博士,沒問題 果然厲害 剛才在下打你兩隻手腳 你這樣也能拖得回? 其實我腳腳也甩了 不過我拖得快,你看不到而已 竟然如此,我們來第二個會合 那個賊走了,還打 誰的食心位是放走賊的? 那個食心位是我嗎? 賀解放走那個賊,老闆 如果讓你抓到他 我下次就不能看你們打架了 放走了,下次你們再打過 吃癡吧,今天看著這麼多賊 對,很浪費 你們幹什麼? 我是想拜你們為師 我想跟你們學功夫 你想跟我們學功夫? 我學的是玉女心經 你們是女人嗎? 老爹,不如你教我們吧 你們倆,掌學武術是所為何事 我們要參加一個拳賽 贏了有多獎金 你想用功夫來贏獎金? 有錢之後我就可以結婚了 我簡單一點,我只是想報仇 你簡直是侮辱武術 真正的武術並非敢用 那試問真正的功夫應該是怎麼用呢? 好,二、二… 有錢,我拿了 什麼? 有錢? 很乖 你按住手 貞貞 貞貞,我好餓 雪瑩,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 所以我特意有些預備 小寶貝 你好 雪瑩, 這碟是我專門為你 生日預備的豪雞棧 但田田, 我不懂剝剝 沒問題, 沒問題 阿牧的切頭功很厲害 什麼硬的東西開了 一隻 吃光了, 半生熟 拿去吃 田田, 我想吃蟹蜜, 但我不吃蟹蜜 沒問題 田田, 我要吃蟹骨 我要吃山桃 我要吃海膽 你們神經病, 吃這麼硬的東西 想哭死人嗎? 吃點軟的, 腸子就算了 把罐頭刀呢 來…吃雞腿, 腸子, 不吃腸腸 我要吃山果 真麻煩 你們幸好我有準備 我又要熟悉窩 一定要失敗 還有伸晿的 再 під掌 炮冰 炮冰, 炮冰 炮冰 我严肩冰不夠碎 糟糕, 我會淋落之痴 這個星期, 第幾杯炮冰 三杯紅豆冰 五杯真多冰, 八杯菠蘿冰 這杯菠蘿只是我開的 那還好嗎? 牧師, 為什麼你不親自教他們? 我想他們學會自立, 變得堅強 如果又是我教, 又用爸爸的身分 用不著他叫我上台打 現在我想在你和不理之間 如果你完全不理的話 我怕他會被人打死 我只會熬湯和祈禱 其他事, 讓他安排吧 這樣嗎? 那你快點拿點朱古力回去熬湯 是, 謝謝 再見, 少龍, 再見 再見 無敵 坐 你的頭怎麼了? 沒什麼事工傷而已 什麼工?頂頭髓嗎? 師父 好, 多元, 你先先說 桃姨很迷失 桃姨一向武學至上 但是現在覺得這份工簡直是侮辱武術 那你想不想把武功發揚光大 讓所有人都明白武學的真體 當然想 好, 我給你一個任務 我給你 好願意接手差遣? 龍頭, 都下班了 怎麼會有人加班呢? 不是叫你回來加班 是叫你回來超市進行地獄式的訓練 武敵 武敵是我的徒弟 由他來訓練這兩個 就最合適不過了 我的訓練非常嚴格 開設了就不可以在中途放棄 你們意下如何? 絕對沒問題 來吧, 四八四 第一, 我給你們的考驗 我把蘋果撕開 別玩了, 怎麼漸漸 真的… 媽媽, 撕不開的 為了Vivian, 一定行 搞什麼 土手撕蘋果, 原來真的很難 快點 叫我最難嗎? 好 再給你們一次機會 和我一分鐘之內掏手刨如鱗 不是吧? 做不到就要受罰, 開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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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出來了這麼烏靈精怪 照度可以難得我們嗎? 你們喊得這麼大聲 仍然是掘得這麼不乾淨 敢知受罰 快點 家瑜, 你不是幫我們嗎? 我就是幫你才這麼認真 下次被人打, 記得這樣擋 跟隨你的訓練 用三分鐘把預留解凍 別再來了 現在馬上開始 不用這樣吧 真是勞不可欠 快點, 動 其實這些訓練用來做什麼? 你看不到他們倆多暴躁 所以我就想出這種訓練 讓他們學會什麼叫心平氣王 心平氣王 你應該摘馬和擔水桶嗎? 對, 一時想不起 我不是提醒你, 我說說 好, 時間到了 不要搞這麼多無謂事 直接教我們打架好了 做不到就要受罰 記住擋 擋什麼?現在甩膠了 那你現在受罰 是不是不能再訓練了? 不用怕 你們倆我教, 讓我托分, 沒事了 有勞Peter仔, 出手相助 謝謝你們 你們可以繼續訓練, 還練 謝謝…來, 還有什麼要訓練? 很少東西, 徒手壁西瓜 腳板踩海膽 還有燈口水流 牧師, 為什麼我們要來這間餐廳? 是這間社企餐廳 這次炳哥贊助了我們拳賽選職費 既然這些錢也要花 當然是給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你認識這裡的老闆嗎? 不認識的, 隨時有人帶我們 進來再說 你先找一位坐著 好… 芭芭娜小姐 牧師 你怎麼在這裡洗碗? 是啊, 大家都在這裡做 別開玩笑, 你在這裡做 真的嗎? 好, 我幫你洗 不要…這些粗粗的東西, 我已經做了 我以前做過的, 很熟悉的 來… 謝謝 謝謝 你看看 無論衣服也好, 人也好 你看這張碟, 洗乾淨就像新的一樣 對了, 轉了這份工作, 習慣嗎? 初初在這裡不習慣 現在就習慣了就沒事了 現在轉了最低工資之後 聽說洗碗也挺好賺的 其實我除火, 樓面, 收銀 我什麼都做的, 快洗頭 謝謝…不用了 鬥一份工資做這麼多 我支持你, 去老公署投訴你老闆 投訴我老闆?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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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居 好 老闆, 老師 這位是… 剛才我認識的朋友 就別再說小姐 她是老闆 你好 不要叫我做老闆, 我只是在這裡打工 剛才真的不好意思 不用客氣, 你也關心我 我差點在勞工廁投訴你 接著你幫忙,我請你們喝東西 謝謝 來吧 牧師,既然你們認識 不如這裡交給你談吧 我還要找阿炳哥談其他贊助 先喝杯東西吧 不喝了,我趕著去找他們 辛苦了 好,再見 真想不到你買了這間店 其實初初我也想不到 我以為我離開了尤長之後 我會像其他負責一樣 手上有錢有樓 可以炒股票,賣一下首飾 到處去玩玩去阿波草 但突然間我有另一個想法 我想壞掉所有的東西 我想走過另一條路 所以我就接手做這間餐廳 你懂得這麼想就好了 你知道我看到他們想起什麼嗎 我想起我的妹妹 我覺得他們好像我的妹妹一樣 你想幫助一些有需要幫忙的人 其實應該說是他們在幫我 我看到他們這麼開心 我也很開心 以前很可能手飾鑽石太重了 現在全都沒了,反而覺得輕鬆很多 你懂得這麼想就好了 其實我真的要感謝你 感謝你做什麼 其實你記得嗎 你曾經在網台上分享過嗎 我聽完之後 我想起我以前的生活 我實在太衝動 太要面子、太要威 還要從來不想後果 但我發覺 不過,原來你越不想後果 最終你要承擔回那個後果 所以我就要感謝你 其實與我無關,我沒有幫過你 反正我欠你一個人情 總之以後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 我一定做 剛剛有件事,真的你可以幫忙 我明白… 方方小姐 老師 為什麼你要上來? 幸好沒有找錯地方 你的教會很大 但是有什麼用?也沒人上來 今天你上來是… 你叫我贊助食物 就先上來看看地方 總算吧, 看得到其他事 拿什麼上來煮可以新鮮一點 你真是細心 介不介意我看看廚房? 廚房那邊 我自己去就行了 好 芭芭拉小姐真是好人 幫人家可以幫得這麼徹底 牧師, 看你的樣子 好像不想芭芭拉小姐上來吧? 這個時間我怕你剛好回來 如果讓她看見芭芭拉 她會有點尷尬 是, 不過你放心 芭芭拉現在去訓練 起碼幾個小時後才回來 然後幹嘛?保持距離 此人懶惰無比, 居然逃避訓練 你那些訓練人做的? 她叫我從尖沙咀跑到沙頭角 你是不是瘋了? 那角布呢? 還在跑吧 終於跑到來了 不行, 很累, 坐車飯出來吃 沒有銀包呢? 你對你有用這種方式訓練 會不會過分了? 她有尖沙咀跑到左燈已經放棄 然後坐的士歸來 你說此人是不是懶惰? 師父, マリオ他簡直是一個舞臨彈散 他不可能可以當舞臨高手 你有誰彈散? 現在你有厲害嗎? 厲害就說不上 但是確實可以一隻手指打倒你 說話你, 說你很聰明 是事實, 他半隻手指都可以打倒你 現在你們兩個看死我嗎? 好, 來, 放我過來 來…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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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Barrell, 算了吧 不, 你這樣就不妨礙了 你們全部都看笑, 來, 來, 來 放我 雙腳 爸爸, 你沒事吧? 怎麼了? 沒事 不要碰他 不要動 救命車 雙腳… 師父, 你好像傷了筋骨 沒事的, 也有點痛 在想的行致 承擔喜富和更失意 投入要我願意 全力降要降的事 誰用的意 辦成意 行動算了不…